Hello大家好我是小小 上期视频有很多小我爸评论都说冬天小熊猫在外面太可怜了 让我给他们建熊猫房 得既然小我爸们都这么说了 我这个建筑小能手也不能不答应对吧 小弟听到我说要给熊猫建房子高兴的挑起来了 想要建熊猫房肯定需要黑白硬杀块和粉色硬杀块 生活穷的叮当响 但是为了小熊猫我小弟也只能去河边找硬杀块了 经过果园穿过竹林 我看到前面这条河有好多的硬杀块 于是我就跟小老弟说浅色的方块就是硬杀块 呀呀呀呀呀冬天的河水可真冷啊 真怕自己明天会一感冒了 哎原来迷你大陆的鱼长得挺好看的呀 都忘记了我有多久没近距离接出个鱼儿了 只可惜现在没渔望 不然我就可以给我的家园建水族馆了 糟糕一直潜在水里欣赏鱼盒挖硬杀块都忘记看时间了 还要小小弟喊了我原来黄魂已到了呀 小弟我们还是快一点赶路吧 虽然路途不是很遥远 但我们还是没能在天黑前赶到家 始终也开始刷怪了 好在家就在前面 小弟一回来就跟我炫耀他挖到了八十多块灰杀 可是三个灰杀才合成一个硬杀块呀 亏大了亏大了 再粉片把硬杀块放进熔炉里烧 这样明天起来就可以建熊猫房了 一叫醒来就听到小老弟在喊 气死我了 姐姐你楼上牛盆隔一点都不好 害我昨晚都没有睡好 呃小弟印杀块都烧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建熊猫房啦 先来合成十个黑色印杀块和四十个白色印杀块 没有粉色印杀块那就只能用紫色代替了 希望小伙伴们别嫌弃哈 小老弟最近可真是勤快了不少 又厨地又种花 不错不错值得表扬 由于印杀块只够脸部用 所以我也只能先把脸尖出来了 然后这个位置放上眼睛 再把白色印杀块围起来 这个位置是熊猫的耳朵 OK 这一处的模型是不是就出来了呢 然后再来给脸部涂上腮红 哈哈 哒哒哒哒哒哒 熊猫的脸部是不是就出来了呀 然后再把熊猫房包起来就可以了 糟糕黄昏怎么又来了 看来我得加快速度了 咦 我的房子还没建好呢 你这三人又提前来参观啦 小老弟在喊四周已经开始刷怪了 让我快一点回家睡觉 星星我这马上就好了 擦上火把这样熊猫房才不会刷怪嘛 赶紧回去睡觉啦 好多了 啦 influencer